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邓宏说法节目 我是美国联邦律师邓宏 要我们执法说法据理例证 这两天中美执法界争议最大的一个案件 就是张建案件 张建这位中国公民两天前被美国政府再度的通缉 这个通缉钱赏金增加到500万 这个案件的话马上引起中方的反弹 我今天想跟大家解读一下 但是张建贩毒案子的来龙去脉 看看这个案件是一个政治案件 或是真正的贩毒案件 首先的话可以看得出 在两天以前 美国的窃毒局 还dea还有美国的国务院 官方宣布悬赏500万美元 来扎纳这位现在居住在中国的 名叫张建 他认为这个案件的话 他用悬赏金想办法将它引渡到美国来 当然这个案件里边的话 马上的话可以看得出 中国方面的话 马上在环球时报里面 他马上的话进行反驳 中国外交发言人 他说这个案件里边的话 中方是认为没有任何证据的 说的话官方的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汪文斌表示这个案子是中美双方在2016年 开此次联合侦办的一起案件 中方根据美方通报的有线线索 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确定有关于中国公民的身份 并向美国 美方通过通报了相关的讯事 经过中美双方的调查 这个案子所涉及的 就是芬太尼 在当时中国并没有列管 属于普通化学品 中方曾多次要求美方提供中国公民 涉及到违反中国的证据 但是美方致敬没有提供 所以说这个案件里边的话 中方的理由就是说 中方认为认定跨国贩毒 必须要尊重事实 重证据美方在明知悬赏通缉 难以实现的情况之下 事隔三年之后又悬赏的话 逮捕中国公民 这严重破坏了中美进度合作的基础 为下一步合作制造了障碍 从这个说你可以看得出 这个案件的话为中美之间的 执法合作蒙下了一层阴影 究竟这个案件里边的话是怎么回事 我自己昨天也做了一些查 从两个角度来两个线索 一个的话是纽约时报 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 记者Alex Palmer做了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跑了加拿大 美国 中国 香港 以后做一个深度的报道 这一篇的话是纽约时报的杂志社 所做的一些一个报道 这篇报道里边的话 从案件的来龙去脉 以后讲探员 Mike Boomer是怎么样子将这个案子破的 这里边遇到的一些各种困难错觉 当然这个部分 这个记者的采访了无数多的人 有求证了很多 他自己的话也到了中国去 以后到了上海山东 青岛采访了当事人 以后究竟这个案件里边的话 从记者的角度看起来的话 这个张建的话是涉及到贩毒 但是不像大毒销一样的 他只是一个中间的broker 这个就像所有的贸易箱一样 他自己拿了单子以后下货给工厂里边去 这个部分是媒体的报道 另外一个线索的话是在2019年 美国司法部的一位官员 他名字叫做Duck Sullivan Duck Sullivan的话 他是属于DOJ 是美国的司法部的 是主导这次调查的 他在去年的时候 在一个在前年2019年 在官方的邀请之下 在一个国际会议上面的话 将这个案件来龙去脉给大家从解释了 我们看看里边的解释 来看看这个案子是怎么样的破的 以后的话他们是针对芬太尼的问题 究竟是怎么回事 首先的话 他这个主题叫芬太尼的威胁 他这方他就说现在的话芬太尼 他从一个小女孩吸毒致死他谈起来 后来的话他们意识到芬太尼在美国太多的网站上面 都广泛的出现 所以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网络调查小组 联合了所有的执法机构的资源 包括里边的话 他成立的OSI小组 最重要的话是组织 coordinate所有的美国自发机构 来调查在网上出售这些毒品的机构 他们在调查过程之中里边的话 他除了他们主要的发现的话 在网上除了海洛因之外的话 最流行的开始就是芬太尼 芬太尼的话在美国毒品类里边 他管制类的话分成五大类 他大麻是属于第一类最严重的海洛因 以后第二类的话是属于鸦 鸦片鸦片型的 鸦片型的这类的话就包括芬太尼 芬太尼里面在过去 他大概有30多类的相同的 类似性质差不多的 这个芬太尼它其实的话 它是属于第二类 属于止痛药这一类 但是会容易上瘾 所以的话它有几种成分 它有一种的话是 这个芬太尼可以是药片 可以是变成powder粉状的 还有一个的话是液体的 所以它用三种方式的话 在市面上流行 并且在网上的话出售 它跟其他类的话 也有片状的话 变成像摇头碗一样的 其实他说在最有名的案件 就是美国的音乐歌手叫Prince 也是因为芬太尼过渡而死亡的 所以他很多这些吸毒的人 他习惯于海洛因 所以但是的话 他们海洛因用量用了很多 都不会有事 但是的话 开始尝试芬太尼的时候 他用海洛因的 这种cocaine的这种 这种量来服用 很快的这些人的话 就在车里面死亡 就是因为用药过渡 所以的话可以看得出 所以当时他们这种药里面的话 基本上他将这种药的成分的功效 基本上芬太尼的话 变成了毒性最强的 这海洛因的话是3比1 但是的话 他这个部分抹粉 衡量里面的话是3比1而已 但是芬太尼是100比1 这样子的话 所以这个量的话非常非常大 所以一小量的芬太尼 你可以看得出 让别人致死的话 这个海洛因在最左边的话 这是海洛因 可能这么多的量还会致死 以后芬太尼的话 在右手边这部分的话 一点点就可以让别人致死的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他说芬太尼的中间里面跟海洛因 跟芬太尼之间的话 就卡芬太尼 卡芬太尼的话也是一样 跟芬太尼差不多 所以量的话 制毒成分非常大 当然的话这种情形的话 他说芬太尼经常的话 有在墨西哥有发现的话 美国的他们这次贩毒集团 在墨西哥的话开始贩毒 而导致的话很多人的死亡 以后我当然的话 在目前的说在美国 在2000年到2018年 有50万的人因为吸毒过度而死亡 在overdose里面 因为吸毒过度而死亡的人数里面 从2010年到2013年 13年 三年之间的话成长了三倍 估计的话就是说这过去5年 因为芬太尼而死亡的 根据CDC的统计的话 大概有9万5千人 所以可以看得出芬太尼的话 成为一个美国吸毒最严重的问题 当然的话 现在目前的话芬太尼的 为什么会有毒害的话 就是在脑部神经这部分会会伤害 所以的话 当然 谁在制造 这个制造的话 现在越来越普遍 因为他这种芬太尼的生产 非常容易生产 也非常容易运送 并且的话不需要那么多的工人 也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力 并且调查部门的话很难侦察到 并且他们的利润获利的话非常高 所以成为一个最畅销的这些毒品了 他可以看得出现在 目前在一个是每一份的话 大概的话 一个pill大概是很便宜 10块钱可以买到 以后基本上的话 他获利非常丰富 非常大 所以出现了很多人 从海外里面开始大量订购芬太尼 输进美国 这是他在JFK纽约的国际机场里面 找到了这些油包上面拦截下来的 各种分泰尼的产品的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里面的话 他也提到除了钱容易 现在基本上的话 因为从ZIPCOPE方面可以看得出 越来越多的这些基本上的话 最多的话是西雅图的地区 还有这个东部的地区 以后都是有越来越多的人 直接在网上订购 这个芬太尼的产品 当然这个生产起来里面的话 他说现在墨西哥的 在2017年的时候 他们在破获了一个芬太尼的生产商 这个工厂里面的话 里面也是一样大规模的生产 除了这个之外里面的话 他们有破获了在Arizona州的时候 这个边境存逻局拦截了大概有2240公斤 这个属于两公斤的分泰尼在里边 包在里边去 他后来的发现的话 这个只是一个带毒品过来的 他在过去有34次来来回回 这6个月之内 就是从进入美国国境 就带着毒品来贩毒的 当然的话 现在的话 这个毒品的话 也导致越来越多的死亡案件 当后来的话 他们发现这些 这个芬太尼的交易 都是在黑网上面去 黑网上面就是我们普通民众 都在上面的部分的话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的话有的时候政府机构 还有学术机构的话 它是用深网 但是的话往往贩毒集团 他们使用的话是Dartmap Hacker 他们都用黑网 黑网里面的话 它有很多非法的资料 也这些传递儿童设情照片 还有的话很多是用 用所谓的Quipto网上的这些货币 需与货币购买的 所以购买毒品以后 所以这个部分在黑网上面做广告 他们经过调查里面的话 现在54%的这些毒品 芬太尼这些东西 都是透过黑网来的 当然的话 它这个部分 它说有个supply and demand的话 它将这个图里面的话 将中国的producer放在里面去了 他说在中国的生产商 中间有像这个张建的 这样子facilitator 这个中介 以后他们是透过 他们这个online marketing 他们在网上销售 透过了这些用skype 或者是vicar vicar的话 它是最常用的一个软体 这是因为它再过几分钟之后 所有里面的信息自动消失掉 还有这个电子邮件 所以他们是用这个部分的话 给online marketing以后 给facilitator facilitator的话 就是直接透过这个邮件 或者是透过中间商 分销商来发货给这些使用者 当然的话 他们拿到这个钱了之后的话 他们透过western union moneygram还有bitcoin 这个比特币 这样子的话 来降钱的话 会给中间的制造商 或者是中间商 所以这个就是美国调查人员认为 这个里边的话导致很多overdose 是将矛头的指向中国的生产商了 当然这个案子里边的话 在调查 他也具体的讲了 当时的话 他们是怎么样子破这个案件的 所以在overdose的案件里边的话 他说当时在North Dakota 有一位这位男子叫做Belly 因为吸毒过度 以后他就是这位人士 以后18岁 以后因为吸毒过度而死亡了 后来的话 在佛罗尔尔达他们有一个探员 名叫Mike Boomer Boomer的话 他自己是DEA的探员 他一直在处理一个案件的时候 在佛罗尔尔达就接触到一个案件 有一位抓了一个有人死亡的案件 他一发现他是从哪里购买到的 后来的话就发现 他是直接在网上购买到 像这位Lily的李莉 这位女士 李莉女士的话 她是透过邮件跟死者联络 她打开死者的邮件 以后发现的话 有一位她是用死者的名义 在继续跟Lily订货 订了几次之后 她说我是量比较大的 后来Lily说 我自己做不了那么大的案件 你要承批的话 批发的话 你可能要介绍另外一个人给你 以后那时候的话 他就介绍了这位叫做张健的人 透过电子邮件给了张健 当然的话张健不跟外人做生意 说的话他没有马上跟他做生意 但是他就搁在一起 后来在佛罗尔达的案子之后 他们又继续来找继续看案件 没想到的话有另外一种North Carolina的案子 又发生了吸毒过度死亡的案件 所以的话他们调查的话继续发现 原来的话他出售给我们刚才讲 那个贝利的人的话 是一个叫Brandon Harbour 那边的话从他那边购买到了 所以的话他们就马上用死者 贝利的名义 在跟Portland OregonBrandon Harbour来联络了 后来的话他们找出来 他们是女朋友Lacy 这两个人里边的话 是属于在进了大批的芬太尼 以后在网上销售 所以当时Brandon的话被判了无期徒刑 以后这个案子里边的话 还有的话后来他们再继续找 他们谁供货给Oregon的Hobby 后来他们调查的话 发现他叫Jason Barry Jason Barry的话是加拿大的 在Montraux他们大概他们发现 他们发现他有30多万药丸 还有1300多公斤的这些违禁品 后来他们跟加拿大的警方一起 将Jason一起抓了 抓了之后Jason坐牢 坐牢的时候 但是发现的话 外面还是有大批的芬太尼在出售 后来的话他们就发现 虽然他关在牢里边去 没想到Jason跟Daniel以后的话 Daniel的话也是毒贩 他在牢里边蹲了很长时间 所以他关系很好 所以他们两个又合作起来 以后他们经常还是一样 可以虽然他们Jason关在牢里边去 但是外面的他的货源并没有断掉 怎么回事 他们再进一步调查 都发现的话是Daniel 他有因为他关系比较好 在牢里边的话吃得开 所以的话他可以使用电脑 以后在电脑上面的话 他跟这个叫做Hong Kong Zoran Hong Kong Zoran这个人继续联络 所以Hong Kong Zoran他他播的话 他是Daniel跟Jason的话 是透过在监狱里边的话 还是继续跟Hong Kong Zoran这个联络 后来Hong Kong Zoran这个联络之后的话 他们也是一样在查 他们发现他们使用的话 就是Vicar这个地方 order了要哪一些毒品的东西 哪一些东西他量要多少都开始在电子 在电子邮件里边的话开始沟通 后来的话存线里边的话 他一发现这些货到了哪里去 order这个货到了哪里去 原来整批货首先到了洛杉矶 洛杉矶的话有一位这叫Garry的人 他是接收货的以后这些货里边 就是加拿大的人是从Garry那边 以后的话他是中国border以后 Garry这边接收收货中介商 以后他Jason这个他这两个控制 叫Garry在洛杉矶这地方的话 全部人开始发货 后来的话警察根据这些线报 将这个窗户还有Garry的话逮捕 当然的话他没有公开 他们还是让这个探员 Mike Boomer的话 他马上冒冒了Garry名义 以后接管了Garry的网络 Garry就是中间商 所以的话他有批 所以中国的人不直接中国的张建 不直接跟加拿大打交道 都是跟Garry打交道 后来的话Garry变成就是他的 而现在就是探员冒充了Garry 所以张建并不知道Garry已经是出事了 所以的话他还是探员的话冒充Garry 用Garry的名义来开始在做 来接收张建送过来的芬太尼 当然在芬太尼里边的话 他们一追的包裹 这些包裹的话追到了上海的 刘浴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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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 它是属于物流的 他是帮忙将这个包送到哪边去了 他们再开始的话 跟随这些钱Garry的钱送到哪里去 后来的话他们送到了很多这些人 收到的钱之后 他们多少钱以后他们跟踪这些钱 有些钱的话是透过Western Unit Manygram以后汇到了张建 还有不同样的 好像刘翠英那是张建的妈妈 还有的话 处男是他的太太 以后的话 所以腾整家人 还有张克平是他的爸爸 所以的话你可以看得出起诉书里面 将他爸爸整家人都起诉来了 以后这些钱都是透过账户 但是这些钱的话到了中国去怎么查 所以会这次会到中国去以后的话 大批的钱都到那边去了 后来他们就是跟中国合作 所以中国的话外交部 公安部也派驻了 所以那篇文章的话讲到的话 当时中国不愿意跟你们美国配合 但是后来DEA在北京有办事处 他的组长以后多次跟公安部打交道 后来取得了信任 后来让Mike Boer这个探员的话 亲自飞到北京跟公安部里边 开始联手调查 后来调查发现的话 这个Hong Kong Zoran这个人的话 这名叫张建 因为他们去拿取钱 取钱出来的时候 Western Unit会钱 要拿身份证 后来他发现里边 偶尔原来是张建 是老公 以后邱南的话是他的太太 以后刘翠英 还有张克平是张建的父母 还有一个的话 崔叶游是崔南的弟弟 所以他这五个人牵扯到里面去 当然在网上做生意 各个里面都像自己的厂房 公司做得很大 让别人感觉到你是大公司 后来公安部的调查人员 一查一下子 他是空盒子 他是属于贸易商 他接到订单之后的话 就找不同样的工厂来发货 所以他们也透过跟踪 电子邮件还有电话的跟踪 将所有的关系全都摸清楚了 当然他现在出现一个问题里边的话 就是说当时在芬太尼 这个部分里边的话 他们芬太尼 在中国一直都是属于普通的药品 直到2018年以前的话 都是属于合法的 在2019年的时候 他们才将分炭 换以列为毒品的管制 管制品 当然后来的话 这个案件 在后来的话 其实纽约时报的报道里边的话 讲到这个案子里边 最后他找到了他的之后 锁定他的目标之后 后来Garry也是探员冒充的名字 他说我现在有一大批货 福瑞达要的 因为他的调查公司 FDA的总部 是在福瑞达的 他是说我希望的话能够定1000公斤的 这个芬太尼输到 这个输到这个福瑞达来提货 以后张建收到这个的话 觉得是个大单子 就开始着手准备调货来了 当然在调货过程之中 他们最重要是要收拾足够的证据 要在福瑞达起诉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 才有这个司法管和权 因为这个犯罪行为是在福瑞达 交货是在福瑞达 所以当时的话 他一收到这些信息 以后开始要做最大的一笔1000公斤的 芬太尼的时候 没想到中国以后那边将张建逮捕 逮捕的时候 这个也是 所以突然间 Gary的话 卧底的话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怎么不交货了 突然间没有了 后来的话才找中方的调查人 说我们经常抓了 抓了之后 本来应该是大家拍手叫好的贩毒的 后来没想到的话 张建以后再过了一两个星期之后 被放出来了 所以联邦探员规划好的社局 要钓鱼执法 没想到的话 中方会直接将他抓了 抓了之后再放了他 张建 他说张建当时说 我这些的话都不是普通的化学物品 并不是毒品 所以这个理由 为什么外交部说的话 他没有触犯中国的刑罚 而是所以说中国 所以他现在基本上的话 当时在官方里边的话 官方的官员里边的话 他也是肯定了中国的配合 他说在2015年的话 我们已经有新的 向新的东西规划里面去的话 以后并且在2017年3月份的时候 这些毒品的话 我已经将芬太尼列为毒品了 所以在2017年 最后后来的话 他将不断的积累的话 全都是归类成非法的毒品 所以对中国的合作 当然这个案子的判判决的时候 美国的话当时为什么在川普做总统的时候 他跟习大大要会面 其中的话在谈贸易之前 他们签署了一个共同打击 芬太尼的合作协议 没想到里边的话 这个案子里边现在又是产生新的变化了 当然的话就是真正来说 连DA还有检察官里边的话来说 真正的话芬太尼的dealer 是像什么样的人 就是John Cooper John Cooper里边的话 他是印度来的 他是做药厂的 他自己的话生产了芬太尼 以后的话是透过医生系统 以后鼓励医生来拼命开Oxycodone Oc 所以他John Cooper的话 现在在Orizona的被起诉 被判了60个月的劳刑 因为他鼓励他的销售人员 使用一个回扣的给这些医生 鼓励医生的话 给病人开Oxycodone 以后芬太尼的 所以他现在是他说 真正的毒品里边的话 来源芬太尼 就是像这一类的话 就是药厂里边的话 就很多overdose的话 都是因为用这种的话 医生处方药 滥用的情况之下产生的 当然案件里边的话 怎么突然间 在2017年都说起诉了 怎么现在的话突然间 这三年之后才进行追溯来悬赏 其实这个案件在美国一旦只在2017年 将这种刑事案件已经起诉 陪审员已经是提高了 提出了诉讼之后 就没有追溯期 如果将来张建进入美国 或者进入加拿大 还有这其他跟美国有引渡条约的国家 他们就可以将他逮捕引渡到美国来 因为中国跟美国没有引渡方面的协议 但是的话在合作方面的话 从1998年开始 他们就开始有了合作 后来的话在2000年6月份的时候 他们签署了中美司法协助协定 所以的话 其实那时候这个小组成立之后 已经是BEA派员 驻北京公安部派员 到Washington DC里面去 来协助各方面的刑事调查 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当然他的成果的最大的成果的话 是在中国银行开平分行 他的银行行长吴震东 还有许绍凡许国俊 这些特大的贪污案件 有4亿多美元的贪案的话 他们将这些逃犯贪官的话 送回中国去成为联合小组 和事作合作的很重要的一个案件 当然的话在过去中国的话 也有很多跟美国在司法合作方面 好像阿里扎纳州 有一位厨师将老板 老板娘杀了 逃回中国 中国的话马上配合 在两个星期之内 在云南将凶手逮捕 起诉 并且在中国枪决了 最近那个案件的话 在Arcadia 一位华英男子 将自己两个侄子杀了 以后要逃往香港 还没有下飞机 以后当地的 执法人员已将将他逮捕 过来引渡回洛杉矶 现在的案子还在洛杉矶里面 进行审讯的 但是的话在这种司法合作 对双方的话都是有利的 因为犯罪无国境 在史前贩毒人口贩卖 这个这类案件里面 中美合作一直都是非常良好的 很多福建来的人士都知道 平姐这个案件 就是因为中国跟美国合作 当时平姐已经是因为贩卖人口 已经是逃回到福建去 但是的话他这个中国跟美国配合 知道的话他有个儿子在这个在香港 香港跟美国当时有引渡条约 所以他将平姐引渡到香港 引到香港 以后在劫机的时候 这个当地的警方还有美国的切读 这个移民局联手将平姐逮捕 后来引渡回到美国 后来平姐在监狱里面病逝了 所以这个案件都是属于中美合作的 这个长期来的对双方都是有互利的 但是的话在这个案件 这个现在已经是变成政治化了 在上个月的时候 这个美国起诉了三九位 涉及在美国执行猎狐行动的人士 当然这个猎狐行动的话 是中国政府为了追讨 所有的这些贪官 这些经济犯进行了猎狐行动 他找到了这些逃到美国的这些贪官之后 他们会用这个劝反 这个在纽约西的时候 他们这个纽约的地方 他们就指控了有九位人士 以后还找到了这个中国要追捕的对象 以后进行了想办法来各种方法来威胁 让他回国 所以他们在起诉 把这些九位人的话 是被当作中国的政府非代理人 因为这些人的话是代表中国政府 以后他们在美国是没有自罚权的 他是变成了 这个勒索 或者是威胁这些对象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案件也是这些中美合作方面的话 引起很大的争议性 最新的这个案件你可以看得出美国的官媒 就是美国的美国之音 他的标题你可以看得出 美国悬赏500万的美元 且拿贩运贩运分态你的中国公民 但是的话中国袒护毒贩 此人并没有违反中国法律 你可以看得出 现在的话就变成了北京的话 袒护了毒贩 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得出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 很有可能因为张建的案件 中美司法执法合作可能划上了句点 好的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会